欢迎您收看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李作恒 现在你的关心是美国总统大选 已经倒数74天了 而周四的时候 民主党是正式的提名了 副总统贺锦丽 来代表党争取总统大位 全代会上也可以看到是众星云集 贺锦丽发表了45分钟的演说 她誓言要做全民的总统 说会创造机会经济 为中产阶级来减税 而在外交部分 她则是呼吁加萨停火 但是没有提到这几天 在场外抗议的这些挺巴勒斯坦群众 另外她也表态 说会力挺乌克兰和北约的盟友 至于贺锦丽同时批评了 共和党的对手川普 说她是对民主全球稳定 以及女性权利的威胁 万众瞩目的民主党拳戴会 压轴重头戏 59岁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正式获党提名 与78岁的共和党对手 川普角逐白宫 她承诺将带领美国 走向新的前进之路 身为亚买加和印度移民女儿 贺锦丽成为第一位接受主要政党总统提名的非裔女性和南亚裔 如果当选她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不过贺锦丽在她40多分钟的演说 没有提及这些第一 而是以她的个人故事和检察官经历 强调她有独特的资格来保护美国人的利益 对抗她认为只考虑自身利益的前总统川普 贺锦丽施言 做全民总统 向广大选民喊话 特别是对川普不满的共和党票 以及那些不想看到拜登对川普续集的美国人 很多种方法 川普是不正确的男人 但对川普把川普继续回到白宫 是非常严重的 贺锦丽也拿她擅长的堕胎权议题 猛攻川普 说自己出身中产阶级的贺锦丽 批川普只为自己和他的亿万富翁朋友而战 这天人在加州度假的总统拜登特地致电贺锦丽 表示她和副手华兹将带领美国走向未来 贺锦丽从拜登手中接棒竞选一个月 对国家愿景其实还没有太多论述 过去在外交政策上也甚少琢磨 但这天她表态支持加萨停火 带回人质结束战争 也将坚定与以色列乌克兰和北约盟友站在一起 贺锦丽也对美国敌对势力 罕见展现强硬态度 在浓浓政治位的拳带会上有段小插曲 两个小女孩上台要教大家念贺锦丽的名字 对手川普多次故意念错她的名字 Kamala 这个字来自印度 泛文的意思是莲花 贺锦丽的出现 其实也反映出美国大熔炉的人口结构改变 如今全美有约四千两百万人是多种族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三 两千年时仅百分之二 大会最终日 带领美国篮球队拿下奥运金牌的NBA球星柯瑞 也惊喜出现在会场大萤幕 表态力挺贺锦丽 不过之前传可能出席的天后毕昂斯并没有现身 只有用歌声助阵 让支持者小失望 这一个星期民主党上下洋溢乐观气氛 预估贺锦丽将会击败川普 但民调显示两人依然是五五波 正如前第一夫人密雪儿欧巴马警告 无论这几天感觉多良好 接下来要面对的江汇市场硬仗 请示范线 优优独 Sophie